接著一節 環南海域天氣報告 警暴香港以南及沙騰以南吹暴風 三二以南吹烈風 香港鄰近海域 南沃以南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 天氣概況在晚上11點 以大風暴燦都集結在北位18.4度 東京114.2度附近 其中深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75公里 預料燦都向西北移動 時速大約15公里 逐漸移近廣東沿岸 以十四飛船內各區天氣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 吹東風4-5級 後轉6-7級 沙後有雨 雨勢有時頗大 海有大浪 後轉非常大浪 香港以南吹東風5-6級 南部吹後轉吹旋風達到10級 有頻密狂風大罩及雷步 海有中至大浪後轉巨浪 沙騰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6級 吹後轉吹旋風達到10級 有頻密狂風大罩及雷步 海有中至大浪後轉巨浪 其後48小時清理展望 吹南至東南風6-7級 西部初時吹旋風9-10級 初時有頻密狂風大罩及雷步 環南二岸各站最新清理報告 環南島吹東風3級能見到16公里 東沙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到10公里 華茅洲吹東南偏東風5級 澳門吹東南風1級能見到12公里 西沙吹北風3級能見到25公里 凌晨4點正 現在有章章報道一節新聞 1號戒備訊號現證聲效 新聞臺說今早早上好時間 可能需要改發3號強風訊號 熱帶風暴燦都目前閘距在香港以南大約420公里 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 移近廣東沿岸 新聞臺說在過去幾個小時 燦都採用較為偏西的路徑移動 並且有進一步增強的跡象 按照目前預測路徑 燦都仍然會繼續移近香港 華南海域天理報告 警報南澳以南及沙提以南吹暴風 沙美以南吹烈風 香港鄰近海域 南澳以南及海南到東南沿岸吹強風 天理開放在凌晨3點 熱帶風暴燦都集結在北位18.5度 東京113.8度附近 其中深附近最高持續風速 大約每小時75公里 預料燦都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 逐漸移近廣東沿岸 其後是18小時天理展望 長南至東南風6至7級 西部初時吹旋風9至10級 初時有頻密狂風大罩及雷暴 環南沿岸各站聚新清理報告 東沙去東風3級 能見到10公里 西沙去西北編西風5級 能見到20公里 早上6點由黃海林報導新聞 1號屆被訊號現證生效 天文台說今天日間可能需要改發3號強風訊號 強烈熱帶風暴燦都 目前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430公里 要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 移近廣東沿岸 天文台說 過去幾小時 燦都繼續採取較為偏西的路徑移動 並且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 按照目前的預測路徑 本港風力將會逐漸增強 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大致是多雲和有雨 吹和半節度清淨的東風 稍後風勢增強 雨勢有時頗大 海面有湧浪 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9度 展望未來一兩天 間中有雨 明天風勢頗大 現時的氣溫是29度 相據濕度或分之86 1日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現證生效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警報 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暴風 沙堤以南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烈風 香港輪近海域南澳以南吹強風 天氣概況 熱帶風暴燦都已經增強圍 一股強烈熱帶風暴 在早上5時 燦都集結在北位18.5度 東京113.6度附近 其中深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為每小時90公里 預料燦都向西北移動 時速大約15公里 觸佔移近廣東沿岸 24小時內各區天預測 香港輪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 後轉6至7級 守候有雨 雨勢有時頗大 海有大浪 後轉非常大浪 香港以南吹東風5至6級 沙堤南部稍後轉吹旋風達10級 有頻密狂風大罩雨及雷暴 海有中至大浪 後轉巨浪 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 稍後轉吹旋風達10級 有頻密狂風大罩雨及雷暴 海有中至大浪 後轉巨浪 氣候四18小時天氣展望 吹南至東南風6至7級 西部初時吹旋風9至10級 初時有頻密狂風大罩雨及雷暴 旺南宇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 橫蘭島催東風4級 能見度16公里 東沙催東風3級 能見度10公里 黃華洲催東風5級 澳門催東風2級 能見度18公里 西沙催西柏偏西風5級 能見度20公里 上午7點正 現在又將掌報帶節新聞 1號戒備訊號現證聲效 質問台說 今日下午考慮是否發出3號強風訊號 強烈以帶風暴撐到 目前集體在香港熱南大約430公里 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 移近廣東沿岸 科學主任李尚明預計 撐到星期三晚到星期四凌晨 在本港300公里範圍內略獲 現在一個1號戒備訊號仍然生效 在過去幾個小時 撐都繼續採取一個較為偏西的路徑移動 並且已經增強成為強烈熱帶風暴 按照它目前的預測路徑來看 本港的風力將會逐漸增強 至於今日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大致是多雲和有雨 吹和喚至清淨的東風 稍後風勢是增強 雨勢有時頗大 撐都最接近香港的時候 大約在星期三晚至星期四的早上 我們預計它大概在300公里範圍之內掠過 而至於未來的一兩天天氣 我們預計是間中有雨 明天的風勢是頗大的 而內地的中央氣象台就說 撐都逐漸向深圳到站江沿海靠近 又可能星期四凌晨到下午在這一帶沿海登陸 廣東省氣象局說 受撐都影響廣東中南部今晚開始雨勢會加大 甚至下暴雨 當局發出氣象障害三級應急方案 RT8K News 天文台說強烈熱帶風暴撐都略為減慢 處理高級科學主任李世明表示 下午會考慮是否需要發出3號強風訊號 預料稍後會有狂風驟雨 1號街被訊號仍然是生效的 在上午11點的時候 強烈熱帶風暴撐都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南 約430公里 預料會向西北方向移動 時速大概是12公里 移向廣東沿岸 在過去的數小時撐都略為減慢 按照它目前的預測路徑 天文台會在下午才開始考慮 是否需要發出3號強風訊號 撐都的外圍雨帶 現在已經是影響著華南沿岸地區 在香港方面 我們會有一些狂風驟雨 和離岸的海域是會有強風的 而隨著撐都逐漸移近 狂風驟雨也會變得越來越頻密 在未來的一兩日 我們仍然會受著撐都的外圍雨帶的影響 預計是間中會有些大雨 中央氣象台預測 撐都明天在廣東陽江至海南萬寧一帶登陸 中央氣象台又說撐都會進一步增強 預料廣東、海南、瓊洲海峽和北部灣 今天有大風和暴雨 中央氣象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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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場上,猜測也會感覺到也會更加為 ти 但正是觀眾朋友 突然說不及時 究竟雷八號玉會再說 有幾多個小時 磋頭漸幾個小時 但正向它們的見證 會看架 South China coastal areas And locally there will be swallee showers And strong winds over offshore waters As Chandu moves closer These swallee showers will become more frequent And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e will still be affected by the outer rain bands of Chandu And there will be occasional heavy rain Is Chandu likely to be closest to Hong Kong later this evening or tonight? It is expected to be closest to Hong Kong 伯 nich 自尊科、佳尼罗 区七泰区公身,除名 Jesu某 雟 deposit 接尊科有苗 8